川普贏了什么呢 为什么传统媒体 为什么传统精英 跟这一次的川普支持者距离来远 整个美国的社会现象 他已经真正的被新媒体颠覆了 川普他到底是说了什么 让这些选民接受了他 在经济上逐渐走向无足轻重的人 他们在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革命 那这个革命的现象 现在已经在美国出现 他们要什么 他们就是不要全球化 这一批人他们是全球化的输家 TPP已死 他不跟欧盟谈判 他不跟东协谈判 多边谈判对他不利 他只有个别谈判对他才有利 但现在要回到那个 个别个别个别谈判的那个时代 台积电是这里面呢 最不会受到伤害的 那台湾现在呢是三个载机市场 上个世纪的美国一打喷嚏 台湾就感冒 我们又回来了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说 不同的人对于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见解 尤其是在我们现场 我笨鸟先飞 那么魁博啊印钞啊都是好朋友 其实他们是更熟悉整个美国政治的一些情形 我觉得我从媒体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选举 我先要说的是 这一次的选举 他已经打破了过去我们对于政党的传统印象 我们最早期的时候呢 看待所有的这个包括美国跟欧洲的投票行为 我们会用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 然后去做分类 可是这一次呢很清楚的你看到 打破了很多这些界限不管是左右派 或者是自由派保守派 那么或者甚至于我们后来就用种族 来作为他们的投票行为的一个变化 那这一次事后你看到了很多的美国主流媒体 才突然很哀嚎一般的说 为什么少数族裔增加了这么多对于川普的支持 不管是拉丁裔也好或者是非洲裔也好 所以他就反映在川普的四赢 他不只赢了白宫的职位 而且他在普选的选票上面到目前为止 我刚才查说在AP的开票当中呢 他是超过贺锦丽还有400万票的差距 还赢了大概400万票 那么参议院也已经领先了 也已经确定过半了 那众议院呢 现在呢他也已经到目前为止拿到210席次 距离过半的218席 其实非常接近 好那这一连串的赢这件事情的背后 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力的结构的改变 其实理论上来讲 这是美国 我们去研究它的社会力干什么呢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研究国际政治 我跟一般用意识形态或者是左右派 或者保守派自由派去看待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我其实认为社会力分析 才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分析 而这个分析到最后 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的老板真的就是选民 所以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最终被逼的 一定要去回应选民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如果美国选民的想法意念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 他所呈现出来的 对外对内的政治优先事项 一定会改变 那川普赢了什么呢 你看到他出现了跨政党 跨种族 甚至于某一种程度的跨年龄 其实即便是年轻族群 支持川普的比例也往上升 虽然都不到50% 可是光是这个往上升这件事情 就已经是很震撼全世界了 那你说民主党会不会回应 我现在不知道 我觉得我等一下也要听大家分析 但是如果民主党不回应 他可能在未来还要继续输 如果他回应了 他就会使得两党 那个政治上面处理的优先事项 一致性的出现改变 什么改变 其实就是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 我在这边先提一下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 民调不是咬得很紧吗 那为什么川普会赢得这么轻松 那民调不准了吗 坦白说 其实有几家机构的民调 是非常准的 Atlas Atlas Central 这个民调超级准 其实他在选前一周的时候 他就已经判定 川普会引铺选票 而且他就判定七个州川普全拿 可是 其实你会发现美国媒体 不太参考他的民调 事实上他的民调 从八月底就已经显现 川普已经又逆转 赢了贺锦丽了 所以这个趋势 本来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不是意外的 那不只是只有他 另外有一个比较偏共和党的 Trafalgo 这个民调有同样的趋势 不过他是引六平一 另外一个比较偏民主党的民调 他也是同样的趋势 也是八月底 川普就逆转了 然后呢 他是这个川普引五 然后平二 那我不去谈这个民调的细事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民调跟主流媒体 我们过去印象中的传统媒体 所呈现出来的民调 差距很远 而且传统媒体的民调 看起来 他的可信度大幅度的降低 因为他们是误差度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传统媒体 为什么传统精英 跟这一次的川普支持者 距离那么远 那这些距离那么远的现象 未来使得我们要去观察 美国政治的时候 如果再用传统媒体去观察美国政治 我们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这是我从媒体的角度去观察 整个美国的社会现象 他已经真正的被新媒体颠覆了 那么Rogan的影响力 可能远超过纽约时报 这件事情是对 所有在长期观察美国的人 很难接受 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 于是我们要问的是 下一件事情是 那川普他到底是说了什么 让这些选民接受了他 我们现在知道说 投票给川普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 大概就是他的经济水准 或者是他的学历 教育水准 大概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简单的来说 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的输家 出现了政治力上面的大反扑 他们如果用哈瑞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人类大历史的这个作者 哈瑞的话来讲 就是在经济上 逐渐走向无足轻重的人 他们在政治上 发生了一次革命 那这个革命的现象 现在已经在美国出现了 他们要什么 他们就是不要全球化 至于他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确定川普开的药方 能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那么川普呢 其实这一些全球化的受害者 很早就存在了 应该是从2010年 就一直存在在那个地方 而且越累积越多 越累积越多 2016年川普 其实就是利用了这批人 然后意外的当选 但是那个时候民主党 还没有发现 这个社会力结构的改变 在2020年因为COVID-19 川普处理的不好 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拜登当选 但他们没有重新反思 这个社会力出现了 什么样结构的改变 一直到这一次 他们大败 他们可能才发现 他们到底是输了什么 那这问题就来了 在这一批人 他们是全球化的输家 那么在反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他就不会是简单的 我要对全世界瞌睡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们之所以要把票投给川普 因为川普成功地说了一个好故事 他告诉这些支持者 你们之所以会成为输家 你们的日子之所以会过得不好 都是全球化害的 都是外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 不管是非法移民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 那所以我今天采取的这些手段 这些是手段不是他的目标 客观税不是他的目标 他说我用的这些手段 就是要把过去这三十多年来 因为全球化 我们失去的通通抢回来 那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看 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在川普第一次当选 2016年的前一年 那时候在竞选过程当中 我其实就跟很多朋友说 TPP已死 为什么 因为就连当时竞选的西阿蕊 他都说TPP要修正 如果连西阿蕊都说TPP要修正 那你认为如果川普当选了 TPP当然退出 绝对没有悬念 他不会为了什么亚太同盟 要来到一个什么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那就算拜登上任了 大家回顾这四年 他有签过任何一个多边协议吗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不管是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 已经不能够再去签多边协议 那1980年代 1990年代 当时美国所倡议的 全球化国际化自由化 就必须要全部从一走一个逆转 大家现在想到的都是保护主义 但我想提供大家一个 另一种思维 这就是我就采访经验当中 感受到的很深刻的 那就是美国 如果他不是用多边主义 尤其川普 他相信实力原则 所以他绝对不跟多边联盟来谈判 他不跟欧盟谈判 他不跟东协谈判 因为他只要多边谈判 对他不利 他只有个别谈判 对他才有利 他就会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跟对方比起来 要予取予求 那因此这种美国跟 每一个国家个别谈判的时代 又回来了 本来在WTO时代 这种个别谈判 已经慢慢的销声匿迹 但现在要回到那个 个别个别个别谈判的那个时代 所以我想林部长就很熟悉 1980 1990年代台湾跟美国之间最重要的课题 就是台美的贸易谈判 在那个时代里头 今年萧万长 明年萧万长 后年还是萧万长 就是那个谈判跟美国的贸易谈判 是最重要的功课 当然那个时候的谈判方向跟现在会刚好倒过来 当年谈判 因为美国是在自由化全球化的那个浪潮之下 对台湾的谈判就是要你打开市场 打开大门 所以我们谈判的重心点就是 八千多项的海关税则的这一些贸易的商品 通通要降关税 最好通通降到零 然后你的所有的这个农产品市场 要通通开放 最好没有任何关税保护 你的汽车市场要开放 你的金融市场要开放 大家回去看我们所有的银行 金融业的开放 保险业的开放 对外商银行的开放 通在那段期间 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 他要的就是开放开放开放 而我们所做的谈判就是 怎么样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减缓我们开放的速度 让我们的产业有适应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 1980 1990的台美谈判的那个时刻点 只是谈判的内容方向会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美国要的就是 我现在要提高关税 你要给我什么 我们跟美国一年的贸易顺差 大约是300亿到400亿美元 那你要还给我什么 你要给我多少东西 我来考虑我这个关税 要不要在全世界都10%的情况之下 你8% 我想对他来讲会是这样的考虑 而且这一次的谈判呢 我觉得会跟1980 1990年代很不一样 它是一个更全面性的包裹谈判 在1980 1990年代的时候呢 那时候还是在冷战时期 那么不需要有任何的军事谈判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政治谈判 台湾其实就是美国的小老弟 就是美国的同盟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这个谈判就已经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它包裹进来的 可能就不是所有的贸易商品 也不是所有的服务业 它可能要连同你的军事布局 连同你的政治布局 通通纳进来谈判 那这个谈判当然复杂度就很高 我相信台积电其实是这个谈判包裹当中的 其中一环 台积电是这里面呢 最不会受到伤害的 因为它是竞争率最强的 它毛利率很高 而且它现在还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商品 它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有转嫁的筹码的 差别只是它在台湾设多少厂 在美国设多少厂 现在是三个厂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预期 未来一定会变成六个厂 所以这个亚利桑那的半导体 人才需求会更大这样 当初匡列的其实就是六个厂的场地 所以台积电到那边设六个厂 其实不会让人家意外 只是说我们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他的厂商呢 我最后提一点 我觉得台湾现在呢 是三个载机市场 载是宽载的载 机是基础的机 这个印钞就最熟悉 载机市场呢 是金融市场当中 对于期货市场的一种称呼 当你一个公司的权重 占整个市场的比重超过35% 对不起你这家公司影响太大了 我就称之你为载机市场 然后我就可能考虑 在投资的时候要小心注意 因为一家公司的动态影响太大 我把它纳过来 我们去看整体 现在台湾的上市公司 上市的集中市场 已经是个载机市场了 台积电的权重 占我们的总权重 已经超过了35% 来到36%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载机市场 就是我们所有的产业 AI半导体 消费电子 传统产业 全部加总起来 我们现在过度的依赖 AI半导体 AI半导体以外的市场 都变得萎缩 所以这个载机变得更加严重 第三个载机 就是全面性的投向美国市场 这比1980年代更加严重 我们姑且不说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们确实正在退出中 然后转进美国中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并没有开发任何欧洲市场 东南亚市场 中东市场 南美市场 所以上个世纪的 美国一打喷嚏 台湾就感冒 我们又回来了 那如何去面对 这三个载机之下的 台美谈判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现在要去应对的 最重要的现实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市场媒体人 放心给我们走过的分享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戏文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动灵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